风雪宿 风山主人 刘长青 日暮汤山远 日暮汤山远 天寒白乌平 天寒白乌平 柴门文犬废 柴门文犬废 风雪夜归人 风雪夜归人 日暮汤山远 日暮汤山远 天寒白乌平 柴门文犬废 柴门文犬废 风雪夜归人 风雪夜归人 日暮汤山远 天寒白乌平 柴门文犬废 风雪夜归人 柴门文犬废 风雪夜归人 天色渐渐暗下来 青山看上去更加遥远模糊 天寒地冷 简陋的茅草屋显得越发清冷萧条 这时忽然从柴门外传来几身狗肺 才知道是主人顶着风雪深夜归来了 这首诗用极其凝练的诗笔 描画出一幅寒山夜宿图 全诗是按照时间顺序来写的 首句写旅客薄木时分在山路上行进时的所感 四句写到达投诉人家时所见 后两句写入夜后再投诉人家所闻 每句诗都构成一个独立的画面 而又彼此连数 诗中有画 画外渐情